沈腾的老婆王熙,形容沈腾,她不仅损朋友,而且有损家人,重要的是连我妈都不放过,王熙说,有兴趣的可以打开唱吧,分锁沈腾,她自己唱了一首歌,叫独自有意的我和赵女娘的合唱,于是,真的有看样子不嫌世道的人分了出来,沈腾的账号不叫沈腾,叫老逼头,然后整个主页只有这一首歌, 就是这首男女对唱的因为爱情,也命令你们三秒钟立刻点开欣赏,沈腾自己都唱到笑场,沈腾的部分是正常的,再一道违法赵女娘,我就笑到老逼找她,捏着嗓子,一股大妈吸取的味道,但其实高潮是在后面,沈腾直接把赵女娘,变成了一只大人嗓的尖叫机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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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黄熙说,她听了之后, 挥手刺个字,惨个人比,但真的挺像的,哈哈哈哈哈哈,确实很像,有个吃瓜情正不放的时候,正好她妈就在旁边,问这是谁唱的,沈腾,哦,我以为是我唱的,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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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沈腾损赵女娘的案例,不计其数,她去赵女娘家,说了亲自己她们煮饭吃, 行,那你上机买菜去,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回去,提了一口袋女娘,赵女娘不乐意了,你那那么小的鱼怎么吃啊,沈腾说,这不是吃的,就是给你泡脚的,赵女娘一脸问号,她不咬人了,哎呀,这个就用是男咬死皮丁,然后赵女娘就真的, 在赵女娘洗脚盆里,进行了一次海洋一聊,但最好笑的,还是沈腾对赵女娘说的一句损话,你别把鱼踩死了,沈腾在赵女娘家生活,我以为是比较知书的客气的,结果一点都不,但又刚跟她撕裂膜,你撕裂膜就在自己的房间别出来,不,她让出来说,呃,赵女娘笑得哭笑不得,像鬼一样, 既然沈腾这么臭美,赵女娘也提出了自己的需求,说让沈腾帮她画一次中,这下就落到沈腾手里了,赵女娘说,自己喜欢多一点的发型,然后就成了这样,业妇在旁边精准点评,看背面像卖鬼柴的小姑娘,看正面像卖大白菜的老太婆,搬了两个大辫子之后,又给赵女娘涂口红,哇,这个画面真的是有情人, 中臣赵女娘和女婿,沈腾这个动作,像是团购了一个第二二手功课,一本正经的搞破坏,左摸一下,右摸一下,牙齿上也摸一下,岳父点评再次上线,可以,给点线王祖兰,哈哈哈哈哈哈,沈腾帮紧自己损赵女娘,甚至联合岳父一起损,结婚周年,他们一起去收藏给赵女娘选妇, 沈腾站在一个梦妇妇特面前,就提出了道歉的想法,对话如下,这个好这个不行行为啥不行,岳父实话在原地,真的不适合你阿姨,沈腾婆婆婆心的解释,只有小情绪才能找回年轻的经历让上的状态,况且别人又看不见,岳父的回答也让有效到出门,我看见也受不了,哈哈哈哈哈哈,沈腾为了让岳父接受也是三进十足, 举着一个半岳梦妇,就开始连防赵女娘,吊着说,公,看我,让我没想到的是,岳父最后居然妥协了,三秒钟马骨一下赵女娘,看到女医的脸色,赵女娘们,其实对沈腾还是不错的,说把她当亲男子照样,每次见她都热情地喊她宝不完,沈腾在家睡觉,赵女娘就连夜给她整理衣服裤子, 你看你今天穿什么,给你看了两条裤子,带慢慢的,可能沈腾太过错,赵女娘也采取了损人措施,比如沈腾上春晚,赵女娘就报复宣传,说女儿的男朋友上春晚了,结果第二天问小品怎么样,这男朋友不错了,都有意味酒了,说的是二人